夏天19岁的肖像剧组来到现场的有监制苏照斌 总制片人安晓芬主演黄子涛和杨采玉 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日本推理作家岛田装丝的同名作品 由台湾导演张荣吉指导 这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台湾小青心爱情片 那么它对青春的诠释是非常有自己的风格的 因为它融入了悬疑元素在其中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部电影 也将会在今年的暑期档和大家见面 好 我们要欢迎大火种剧组的代表来到红毯上 欢迎大火种剧组 这是一部庆祝建党九十年